歌坛天王天后 齐聚一堂 阵容坚强 这是11月高雄的梦想100演唱会 还有今年最后一天 全民一起骑脚踏车 建国百年系列活动年头到年尾 号称全民响应 经费同样全民买单 文件会负责最大宗 20亿元的预算 还有其他部会也砸下10亿元 算一算光是建国百年 整年的活动预算就将近 32亿元 各个部会花了10亿元 在办相关的建国百年活动 可是却都跟建国百年无关 这样明目的浪费 腐烂 其中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地方 不只经费民信有疑虑 打开建国百年基基会的网站 董事长是总统府秘书长吴景林 副秘书长高朗担任董事 不过另外一名董事罗志强 同时兼任马办干部 争议最大 党政不分 他身兼马英九的辅选干部 结果呢 又来负责筹划建国百年的相关活动 愿意自即日起辞去建国100年基金会的董事一职 如果民进党能够拿出具体的试证 表示他曾经利用建国百年基金会的董事一职 来进行辅选的工作 那就请民进党提出具体的试证 建国百年活动竭尽为生 但也刚好就在宣前 不管是预算还是基金会干部的身份 有没有行辅选之时 时间点难免被外界放大检视 3D新闻最后报道